电影《破风》的主要演员彭于燕 随史源和导演林超贤 还有欧阳娜娜等在8月6日 一天内走三场宣传 他们下午先去到一家商场 两大男神降临 吸引了近千名粉丝塞满商场 众演员完成商场宣传后 晚上到金子金广场 举行百人踏单车起步礼 林超贤导演和演员们 都穿上紧身的单车运动服 带头骑车起步 一直骑到电影首映里的场地 史源去到哪都引来大批女粉丝 比另外一个男神彭于燕还要多 不过不是每个女生都买彭于燕的账 同系的欧阳娜娜就是一个例外 她竟然叫史源和彭于燕叔叔 史源曾经表示自己是欧阳娜娜的粉丝 更曾在娜娜的微博上留言 我会等你六年 令粉丝大惊 猜测史源是不是要等娜娜20岁的时候 跟她恋爱 我感谢 我想说她的新歌和那个 很漂亮 很纯粹 所以那个 我跟那个Eddie 我讲话的时候 我非常期待她的那个 未来 其实娜娜的父亲欧阳龙 曾为史源等自己女儿六年的事 做出响应 说史源应该只是开玩笑 其实如果史源真的喜欢小妹妹欧阳娜娜 还会那么高调告诉大家吗 史源曾经表示自己是欧阳娜娜的粉丝 更曾在娜娜的微博上留言 我会等你六年 令粉丝大惊 猜测史源是不是要等娜娜20岁的时候 跟她恋爱 所以你会真的等她长大 或者是新加老婆 再感谢你再恋爱 我感谢 我想说她的新歌和那个 很漂亮 很纯粹 所以那个 我跟那个Eddie 我讲话的时候 我非常那个期待 电影破风的主要演员 彭于燕 随史源和导演林超贤 还有欧阳娜娜等 在8月6日 一天内走三场宣传 他们下午先去到一家商场 两大男神降临 吸引了近千名粉丝 塞满商场 众演员完成商场宣传后 晚上到金子 每个女生都买彭于燕的账 同系的欧阳娜娜娜就是一个例外 她竟然叫史源和彭于燕叔叔 就是我今天宣传的时候就有开玩笑 就是说那个 Eddie给个 对 没有 他们都很 年轻的 不得 不得 不得